她手握塞亚诺瓦茨集中营的生杀大权,热衷于百般折磨士林妇女,最为变态之处则是酷爱一边和各个男性军官士兵、俘虏不三不四,一边欣赏杀人节目。 这个女人的美貌足以惊艳时光,本该如阳光绽放般明艳动人,却被战争彻底改写了人生轨迹。 她叫曼陀罗,被女俘虏们亲切地称为女魔头,是乌斯塔莎法西斯组织的一位女军官。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盲目重信纳粹德国的乌斯塔莎法西斯组织,叫嚣着要建立纯粹的克罗地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将德国的种族清洗政策奉为信条。 在克罗地亚全境,大肆屠杀其他种族人民,塞尔维亚、犹太、吉普赛族人深受其害。 十岁的纳达拉一家是塞尔维亚族人,他们正被击押着前往曼陀罗所在的塞亚诺瓦次集中营。 父亲盖伦和其他壮年劳力已经被丢在埋葬尸体的后方营地。 纳达拉和母亲还有哥哥、弟弟正跟着队伍朝着下一站出发。 队伍中全是妇女、儿童、孕妇以及无力劳作的老翁、阿婆和残疾人。 法西斯士兵挥舞着钢枪围在队伍两侧,所有人都筋若寒蝉,他们不知道将要被带往何处,但他们很清楚将要迎来人生的至暗时刻。 人群中有人无法忍受这压抑的气氛,不禁放声痛哭,然而哭声只持续了不足30秒就戛然而止。 他倒在了士兵的钢枪之下,爆裂的枪声惊哭了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婴儿。 士兵随即投来恶狠狠的目光,母亲吉毛安抚总算在士兵有所动作之前止住了婴儿的哭声。 为了保全孩子的生命,丢给了在稻田间劳作的克罗地亚族人。 万幸,这个克罗地亚族的女人心怀一丝怜悯,收留了无辜的婴儿。 队伍继续行进,来到一处中转站。 士兵们把所有人排成方队,准备开始第一批的筛选。 一位秃头军官向人群喊话, 妇女儿童和身体健全的人自觉走进车厢, 无力劳作和身体不适以及残疾人群留在这里, 你们将会被送到红十字会。 秃头军官话音刚落, 人群就开始熙熙攘攘,争强保命名额。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率先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军官点了点头,把他留了下来。 眼看军官严格把关, 人群中的骚动声也安静了下来。 一个犹太人自作聪明, 装成瘸子,亮亮呛呛呛地走了出来。 万幸,他并未露出破绽,也被留了下来。 不符合条件的妇女儿童们,被士兵轰进了车厢。 纳达拉通过缝隙,眼巴巴地望着获得自由的人们满心羡慕。 可惜,他并不符合留下来的条件。 就在下一秒,纳达拉完全收回了他的羡慕。 留下的老巫们被秃头军官挨个点头, 一个个像被斩断的麻干倒在了血泊之中。 那位自作聪明的犹太人也在其中。 他不仅没能如愿被送往红十字会, 还提前丢掉了性命, 说不清该是庆幸还是遗憾。 列车开始行进,车厢内昏暗无光, 哭泣声是这里的主旋律。 纳达拉依偎在母亲身旁还算镇定, 列车行驶到长桥大河。 岸边纳达拉的父亲盖伦和其他劳力正被士兵们监视着, 把同胞的尸体投入大河。 那堆成小山的尸体被他们一个个丢进水中, 河面上密密麻麻全是断枝残壁, 苍白的文字无力描绘真实的惨状。 一路辗转反侧, 晃晃当当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纳达拉一行人被拉到了赛亚诺瓦次集中营。 在士兵的打骂声中, 他们终于站好了队形, 伴随着机动车的轰鸣声, 令人闻风丧胆的曼陀罗女魔头, 满面春风来到了这里。 这个女人五官精致, 眼神深邃, 笑容仿佛比春风还要何许。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大美人, 却是这里最残忍的火眼望。 人群站定后, 曼陀罗第一件事就是搜刮财物。 在他的指挥下, 女人们自觉排成队, 依次把身上的金银财宝交出。 一位体态风雨的老阿婆, 亮亮腔腔地走到军官面前, 却什么东西也没掏出来, 士兵奉命搜身, 折腾了半场, 还真没搜出来任何有用的东西, 只好放他归队。 然而就在老阿婆刚要转身的时候, 曼陀罗止住了他的动作, 按照他的指示, 士兵们扯掉了老阿婆的头巾, 果然找到了一枚金币, 那是他已故的母亲送给他的护身符, 不曾想, 如今却成了催命符。 军官为了以静孝游果断开枪, 老阿婆倒在了血泊之中, 接下来进行得十分顺利, 没有人愿意再触眉头, 自觉地掏出了所有财物交到了军官面前, 直到桌子上的财物堆成小山, 曼陀罗才终于示意结束了这场闹剧。 纳达拉他们被带到了一处昏暗无光的窑洞, 这将是他们接下来的住所, 窑洞背面是军官们的娱乐所, 夜晚曼陀罗玩心大起, 在他的收益下, 军官们连忙拉来了十来个苦力, 组织了一场毫无人性的大轮盘之抢作为之游戏。 苦力们围着圈站定, 音乐婉转响起, 他们开始顺时针转动, 他们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 漫步惊心地跑了一圈又一圈, 军官突然抬手,音乐停止, 苦力们纷纷抢椅子入座, 只留下一个没抢到椅子的可怜人, 孤零零地站在场间, 接着他被士兵带到军官面前等候发落, 军官盯着男人滚动的喉结, 微微一笑手起刀落, 男人瞬间化为亡魂, 游戏继续进行, 每次都有抢不到座位的可怜人, 被军官割喉或者敲碎脑袋, 每当鲜血剑起, 因为在年轻军官怀中的曼陀罗, 总会露出圣人的邪笑, 看起来极为享受这触目惊心的场景, 更为变态的是, 他为了追求极致的快感, 拉着年轻军官进了车内, 一边隔着车窗欣赏眼前的杀人游戏, 一边放肆地为幸福呐喊, 游戏进行到最后, 还站在场间的苦力所剩无几, 在生死关头, 大家彻底丢掉了尊严和道德, 有的人为了活命不顾游戏规则, 扛着椅子跑了起来, 结果他的举动害了所有的同胞, 在军官的受益下, 士兵们蜂拥而上, 在场的所有苦力瞬间被奏翻在地, 哀嚎声和欢乐的音乐声交织融合, 场面诡异又荒诞, 乐队中一位乐手过于紧张, 不幸弹错了一个音符, 下一秒就死在了军官的利刃之下, 场间倒地的所有苦力, 俘虏都是塞尔维亚族人, 在这里他们的命分文不值, 可怜瘦小的纳达拉通过墙缝将这里一切尽收眼底, 对生活的期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里能够活着就是天大的幸运, 窑洞中传来痛喊声打断了纳达拉的思绪, 孕妇琳达即将分娩, 纳达拉的母亲和另外一个妇人主动担起了接生婆的工作, 为了不惊动隔壁的军官, 琳达死命咬紧牙关, 尽可能不发出声响, 折腾掉半条命, 孩子终于降世, 然而孩子并不是想象中的咕咕坠地, 尽管纳达拉的母亲再三拍打, 孩子依旧不能哭出声响, 孩子还没来得及游历人间就回了天堂, 或许他是幸运的, 窑洞中的女人们带着恐惧和绝望渐渐入睡, 清晨的地狱里阳光叫醒了众人, 阳光明明是那般炙热, 可是他们却丝毫感受不到温暖, 士兵们把众人带到了训练场上, 又进行了一次筛选, 15岁以上的男孩全部被留在矿场, 妇女儿童开往下一站, 纳达拉还未满12岁的哥哥, 因为个头高大, 也被军官留了下来, 母亲冒死挡在军官面前极力解释, 却不曾想吃了枪子, 连带着纳达拉的哥哥也被杀害, 纳达拉仅仅抱着两岁的弟弟欲哭无泪, 从此只有怀中的小家伙是他活着的希望, 卡车一路兜兜转转, 就像众人的命运一样, 不知去往何处, 另一边在后方营地, 正在掩埋尸体的父亲盖伦, 今天格外的心慌, 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反复稳定心神, 祈祷一切顺遂, 然而从运尸车上掉落的尸体, 彻底击碎了他美好的幻想, 那两具冰冷的尸体, 显然就是他的妻子和大儿子, 盖伦悲痛万分, 怒火蔓延, 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干掉可恶的纳粹士兵, 正当他准备不顾一切, 向场间的士兵发起攻击时, 一位好心的眼镜大叔阻止了他的动作, 并好心劝告, 与钢枪硬碰硬, 只有死路一条, 两人的交谈不幸落入士兵耳中, 眼镜大叔为了保全盖伦, 主动冲向士兵充当幌子, 结果显而易见, 随着一声枪响, 眼镜大叔离开了这罪恶的人间, 亲眼见证生死, 盖伦终于冷静了下来, 不不得悲伤继续投入工作, 亲手将妻子和儿子的尸体填进了尸坑, 他知道,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一路周折, 纳达拉一行人被带到了另一处营地, 此时人群中剩下的只有妇女和儿童, 不过曼陀罗看起来依旧不太满意, 在他的失忆下, 人群中虚弱或者患病的妇女和孩子, 被士兵们带到所谓的医院, 这不过是他们的借口罢了, 只是一个转身的时间, 被带走的妇女和孩子就死在了他们的治疗之下, 枪声响彻天空, 躲在纳达拉怀中的弟弟小五哭个不停, 幸好不入期的琳达急忙宽衣解带安抚了小五, 这对可怜的姐弟俩才算逃过了一劫, 临近夜晚, 纳达拉他们被带到一处堆满稻草的库房, 这是他们的新住所, 纳达拉铺好稻草和弟弟依偎在一起, 祈祷着光明早日驱散黑暗, 也许是上帝聆听到了他的祷告, 还真派来了一位天使来和纳达拉共闯难关, 这个天使就是负责检查儿童健康的护士布兰卡卡, 他是一个犹太人, 幸好掌握一技之长, 所以并没有遭受太多苦难, 而幼小的弟弟没有那么幸运, 刚被带到这里时, 就被曼陀罗以哭闹为由当场杀害, 他看到相依为命的纳达拉姐弟俩, 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幼弟, 难免心生怜悯,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时常借工作之便给纳达拉姐弟俩送来食物, 还悉心教导二人在这里的生存法则, 那就是绝对服从, 日子一天天过去, 妇女们有人被带到田间劳作, 有人被带到草场喂猪, 一旦有人敢偷拿任何东西被发现后, 绝对难逃一死, 士林儿童则被带到乌斯塔沙法西斯组织开办的学堂, 学习他们的文化精神, 课前课后都要高喊他们万岁, 更加讽刺的是, 他们的第一节课竟是美丽的家园, 每个月都会有岔生被送到医院治疗, 笼罩在众人头上的阴霾愈发浓重, 恐惧和绝望充斥着他们的内心, 瘦小的纳达拉还算好运, 每天只需要陪着弟弟待在库房就好, 乌斯塔沙法西斯组织在前线屡遭战败, 后方补给严重不足, 因此, 纳达拉他们这些人每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 甚至经常出现不够均分的局面, 对此, 士兵们的处理方式极为简单粗暴, 既然食物不足又无法均分, 那就直接减少人员, 那些倒霉的妇女们,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一顿稀饭命丧九全, 在这里, 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 而是更加绝望, 这天清晨, 曼陀罗又开始点兵点将, 被点到名字的妇女将要被带到德国集中营充当志愿妇女, 一个被点到名字的女人装聋作哑想要蒙混过关, 结果下一秒就被女看守指出下场显而易见, 还在哺乳期的琳达也不幸被点中, 迫于曼陀罗的淫威, 她只好委屈求全, 老老实实地坐上了开网德国集中营的卡车, 留守在库房的孩子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体弱多病, 每天都有生病的孩子被士兵送到后方营地, 盖伦亲眼看着还有气息的孩童被丢进深坑, 她每天都祈祷着那达拉姐弟俩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那是她活下去最后的希望, 然而命运总是不随人意, 小五生病了, 高烧不退, 小脸热得通红, 更不幸的是曼陀罗突然兴起, 亲自到库房检查孩子们的健康, 眼看就要检查到小五, 危机关头, 那达拉心生一记, 借口小五拉裤子带他摆脱了曼陀罗的魔爪,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结果到了夜晚, 曼陀罗还是发现了生病的小五, 又是那个可恶的看守, 把自己的同胞推进了火坑, 最后小五还是被带走了, 不过万幸的是, 红十字会马上会过来探访, 曼陀罗并未像之前那样, 将孩子们直接送往后方营地, 而是把小五送到了医疗室充当业绩, 总之小五还是幸运的, 医疗室的环境卫生不堪入目, 苍蝇蛆虫比比皆是, 不过由布兰卡卡的贴心照顾, 小五的病情还算控制得不错, 弟弟被带走后, 纳达拉整日魂不守舍, 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见上弟弟一眼, 日子一天天过去, 纳达拉终于等到了机会, 医疗室负责看守的修女外出授课, 布兰卡卡趁着守卫松懈, 将纳达拉带进了医疗室, 纳达拉小心翼翼地安抚小五, 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活下去, 结果刚说没几句, 一位军官带着士兵闯了进来, 他们是来清理衰弱儿童的, 布兰卡卡冒死将纳达拉姐弟俩 藏进了储物室躲过一截, 然而那些不幸的儿童被士兵们 赶着进了一处狭小昏暗的地下室, 执行任务的军官看着孩童们满脸童真, 目光中闪过一丝怜悯, 不过只是稍纵即逝, 他最终还是投下了毒气弹, 在哀嚎声中, 孩子们的生命走向了尽头, 日子又过了几天, 再一次死里逃生的纳达拉姐弟俩 终于在无尽的黑暗中窥见了光明, 布兰卡卡带来了好消息, 红十字会的妇人们要来营地, 名额很少, 不过布兰卡卡还是想方设法 为小五争取了一个保命的号码牌, 这天红十字会来领养孩子的贵妇们终于到了, 名单上的孩子们依次踏上了 开网自由新生的汽车, 小五也在挣扎中被一个妇人抱进了车内, 看着弟弟的身影渐行渐远, 坚强的纳达拉第一次流出了眼泪, 那远走的身影是他活着的唯一希望, 眼看弟弟的身影马上完全消失, 纳达拉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他明知留下来必定难逃一死, 不如拼命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在汽车即将转弯时, 纳达拉冲开士兵的阻拦, 疯狂地向车子奔去, 身后的曼陀罗急忙把枪口对准了他, 结果却被布兰卡卡接连打断, 纳达拉逃进了车厢, 贵妇人留下了他, 他终于有了活下去的机会, 而好心的布兰卡卡, 却死在了曼陀罗的钢枪下, 另一边, 父亲盖伦也在同胞的掩护下逃出魔窟, 潜入深河游向了自由, 他们是幸运的, 在那个年代能活下去的都是勇士, 他们做到了, 本篇由幸存的亲历者口述改编, 揭露了在残酷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丑恶, 犯下这些罪行的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而是有手有脚活生生的人, 这一切在纳达拉天真和温柔的视角下, 真实演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